我们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林吉祥早就进去 1974年都进去做部长 这个是马爹亲口讲的 如果林吉祥当年骨头暖一点 点头,什么时候轮到李三春 什么时候轮到黄家町 什么时候轮到蔡西町 对不对 就是因为骨头够硬 但是骨头硬也会老的 撑到今天 大家总要给我们的林吉祥 一个美好的结局 对不对 如果林吉祥从21岁牺牲 奋斗到今年76岁 大家想想看 法独的兄弟姐妹 乡亲父老 哇,我们看到终于林吉祥奋斗 熬了一世人 2018年5月5号 正式宣布 国阵倒台西门 上台新政府 你不要以为这一次不可能 好,很多人问 好了,我们支持你们 但是这次 你不要问 我只是问回你 你想换政府吗 想吗 想吗 想 想不能坐在那边等的 你坐在那边等冒伤 我的榴莲会跌下来啊 不会的吗 你看到那个女孩子很美 你没有去追她 会做你老婆啊 不会的 想要去坐啊 所以各位 过年来 你的孩子全部回来 在新加坡做工的对来的改革 过年一年一次 大选五年才一次 一年一次都可以回来 五年一次为什么不能回来 宁愿辛苦一阵子 不要痛苦一辈子 机会到了就要把握机会 这一次我跟你分析 为什么可以换政府 我们呢 民主浪潮是一波接一波的 第一波是308的时候 308没有人会想到 五州会变天 没有人想到说 霹雳州 这一个雪囊和冰城 几打几辣单 五个州国阵会倒 没有人想到 那时候啊 人家说霹雳州倒台 我在霹雳州还有很多我的安地说 快点都去买民药 会乱了会乱了 乱怎么批啦 最后到现在呢 新槟城有乱了 雪囊和有乱了 这些都是国阵三波的谎言 没有人要乱了 和平斩于政权是民主必经的过程 308是第一波 五州变天 到了第二波 当时国阵历史上第一次 是去他在国会的三分之二 第二波就是505 还记得吗 上一届大选 我们站在这边 哇 把堵万人空巷 我们的口号什么 505 换政府 可是你们只听到上半部 因为那时候尼克敏没有来 我还有跟你讲的 505 换政府 换不成 更辛苦 现在真的很辛苦